YOW!我是YT 今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哎呀 嘩,先遠一點 對啦 驚雄勇將 Carmen LiDAR ZERO 2 一開就是這款 今次這款就分了 A 和 B 兩個款式 但今次跟以往的英雄勇將有點不同 因為今次的Figure分了 非電滑入Version 以及IZU Version 以往呢 如果說之前出開的英雄勇將 A B Z 都是分了 做同的顏色 色圍版 今次居然這麼大手筆 以一個金 哇,真的我沒想過 這次的Bandai這樣出發 會以兩個不同的帽子 出這次的Figure 分別以一個IZU Version版 以及一個非電滑入Version版 去出兩個Version版 會出這款Figure 這個系列 雖然說不同的帽子 但其實如果你是仔細看的話 除了手型不同了之後 頭的角度也會有不同的 所以今次這款Figure 是非常之正的 我自己覺得啦 好,開箱之前 先看看今次這兩款Figure 的包裝 非電滑入Version 其實跟以往的那個盒子的造型 其實就不太大分別 都是普通白色盒 不過這款B款 這個IZU Version 就有點特別 這次就是用了劇場版 Real-Time 那個背景去做 即是那個教堂的背景 做了這次這個盒子的封面 是否非常之吸引正 給大家看看 側巾是這樣的 分了AB兩款 嘩,就是吸一吸袋 立即開箱 看看裡面怎樣 好了,今次這兩款Figure 我先戒開包裝盒 戒開了盒子 這樣就容易拿 先拿了A A這一款 嘩,喂 我可以 容易拿一點 嘩,大哥 難拿啊,大哥 很厲害 其實裡面就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空偏偏的一個紙皮箱 紙皮盒 然後呢 這個就是今次CO2的本體 我只能裝上頭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那我先開給大家看 另外呢 就是 Ezu Version 這個是 看一下 這個比較容易拿 多一點都是啦 裡面沒有特別的 都是這樣隔的 那呢 都是啦 身 和頭分開 左 這樣 好啦 馬上砌一砌 做一做妝 OK 開了包裝 砌好了 讓大家看看 整體上來說是挺漂亮的 還有兩隻Figure的身體比例是一樣的 除了手布之外 其實它的帽子都是用同一個帽子 至於上色方面 它這次用的黃色和銀色的金屬色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CO2手的部分 手的這些位置 金屬色其實是很重的 所以這次尤其是金屬紅色是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不妨看一下金屬紅色 漂亮的情況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說看真一點的話 它那個金屬紅色是非常做得漂亮的 還有它這個位置的腹眼 看到啦 以往的英雄勇將腹眼都是差不多的 這隻也不例外 腹眼也保持著有那個質感 當然啦 手部方面的姿勢 都是做得很像真的的還原度 如果以這個擺放的景品來說都做得不錯的 腰帶方面等等的細緻度都做足了 嘩 其實你認真一點來說 我這次這個英雄勇將呢 就是 我見 因為目前正在做95元一隻 外面大概都在買這個價錢 90-95元左右 其實你200元多一點的情況下 就已經買齊了兩隻 其實是相當值得玩的 嘩 整件事真的太漂亮了 當然啦 它那個天線 因為膠放在盒子裡面 長期屈住都變少許變形 大家可以用一些風筒 吹吹它 或者用一些熱水抹抹它 讓它那個膠可以屈直它 這些就會解決了問題 嗨 嗨 嗨,嗨感嘩 嗨,嗨,嗨,嗨 嗨,嗨,嗨 嗨,嗨 aggreg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的模型 暫時看得到這麼多 因為英雄勇長以往出了這麼多 都不是很大分別 不過這次驚喜在 一套CO-2 出了兩個版本 非電話人 以及IZU的版本 可以說一個系列裡面有齊了兩款 喜歡CO-2的朋友 你會想儲齊了IZU和非電話人兩個版本 都想還原一個很經典的場景 都想試一試 都叫做圓夢 如果喜歡CO-2 或CO-1 系列的朋友 這次就跟大家開啟這個英雄勇長到這裡 這麼高的模型 真的很棒 很吸引 200多元的價錢 其實買到這兩個模型 我覺得很高水準 而且非常划算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CLSS 和按鈴鐺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由這個Fate Souvenir所舉辦的一個活動 《迷你世界》 模型玩具攝影比賽 繼續進行 它將節制日期延期到1月31日 今個月月底 報名的投票日期 由2月1日到2月28日 其實整個2月大家都可以有時間報名 我這些非專業的拍攝人士 都可以這樣參加 喜歡攝影的你 以及喜歡玩玩具的你 我沒有理由錯過這個活動 聽說比賽的獎品都比較豐富 至於詳情方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去Fate Souvenir的網頁 去看它的比賽詳情 或者可以在我下面留言 它的位置按連結 就可以做一個報名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報名參加 不要虧了這個機會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報名 稍微收 dated 就在這裴面議會 Yoguk 按摩 我們一起坐 不安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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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